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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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玩具堂的心水評測時間 我是Brian 上次大家看過 一千胎乘千直練 1比12的Devil May Cry 第五集的Danti 彈丁之後 都知道他的厲害 今次跟大家看的就是這個Lero 看見他的配置 和上一個真的有過之無不及的 有9周的武器 6隻可玩手 3個表情面容 和一個很棒的地台 基本上和一般的1比6 Deluxe版本的 Figure 其實沒有兩樣 又見到這麼浮誇 但都非常過癮的 效果動性來說 真的非常高 加上這件衣服 造型 都可以創造造型鐵線 所以可以放到很飄逸的動作 至於小弟對這個產品系列的一些評價 不妨看另外一集彈丁 那裡有比較詳細的評述 這個營造型 這個產品附帶的支架 就看到它的功能性 其實絕對不用之意 原來1比12系列 真的有支架會比較好 嘩,那些姿勢要不需要那麼帥? 電影感十足,但也發現可動性、支架、配件配置、造型方面達到一定的水平 當然不只是讚,也有些批評,首先就是價格 以1比12系列來說,市面上的產品可算是最高的 另一個問題就是膝蓋關節 當膝蓋強烈折曲時,顏色的差異,膠料的差異 當然不是每個帖子都會出現這個情況 但當我們看到這麼漂亮的帖子時,其實我們發現它的優點都可以彌補 事實上,這個系列真的做到很多1比6一般的產品做不到的地方 充分能夠變成1比12這個比例的優勢 我們下期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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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期見